今天有好多人来参加法会 你们都是为了吸收真理而来吗 还是为了想看先佛而来 如果是想来看先佛也没关系 但研究真理更重要 先报佛好 无乃是恩师嫁前先丰官呐扎三太子 是也经凤皇母辞命来到得众圣佛堂之中 来到佛门早已乖乖参寇皇母辞架 再问好久不见的弟妹们可安好 你们做很久了 身体需要活动量 小师兄带动班员活络筋骨 这些很简单能活络身体的运动 随时都可以做 在开班之前 可以带一点简单的拉筋动作 班员会更有精神听课 通常一堂课要做两个小时 一直坐着腰会很酸 脚也很酸 然后就想睡觉 平常你们不习惯将身体挺直 所以参加法会要你们挺直身体 坐着会很不习惯 虽然不习惯 但在听课时还是要尽量将被挺直 这对身体健康比较好 如果被挺直一段时间觉得很酸 放松一下之后再坐挺 不断重复放松 坐挺这样 听课精神比较不会昏成 很多人平常没有抬头挺胸 站直 坐直的习惯 所以会有腰脊椎的问题 这就是平常没有注重身体保养而导致的 身体保养跟生活习惯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而在三草普度的年代 你们还会发现身体健康和持摘如素 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白羊道场 许多白羊弟子从婚时改为素食之后 都会很明显感觉到身体变得比较轻盈 健康 疾病也减少很多 这是吃素对人体有好处与益处非常大的见证 在医学上也有很多研究证明的数据直出 素食饮食确实对人体有最大的帮助 平常在素食的饮食中 当然还要注意营养均衡 三餐当中要广泛摄取各种天然植物与果实 因为这是黄母给予人类养活肉身的食物 动物从来都不是人类的食物 但人类却一直将动物当作食物 这是千百万年来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 而且是很难更改的错误观念 幸好现场大部分弟妹都已经持斋如素 慢慢走向健康之路 你们持斋如素的原因各不同 无论是魔原因 先佛都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圣事如意 为何不是说圣凡如意 因为虽然很希望你们凡事也顺利 但担忧你们把时间都用来赚钱 就没空修到 没空来佛堂做无畏师 这样的凡事顺利就不是先佛所乐见的 先佛希望大家配合圣事 协助圣事顺利 因为当你们协助圣事顺利 自然就有得让上天拨转 你们在凡业的困境能转顺 你们圣事如意了 凡事很自然会比较顺利 是当你们凡事顺利 如意时 不见得会计的圣事 所以上天给大家的最大波转 最大加持就是智慧 而成心则是靠每位弟妹自己努力去维持 弟妹在累世都修行过 你们是累修而来 累修就是为了这末后的大普度因缘 你们在先天带有愿力 才会在累世当中不断修持各宗教法门 不断累积修行功力 因此不断触动 不断扩充和三界众生的善缘 因为有了累修而来的内功与善缘 才能顺利进入现在三朝大开普度的因缘 你们都是为了白羊末后依着而来参与 配合道物 所以你们不是普通凡人 而是立有大愿的修道人 不只是修行人 修行人和修道人有什么差别 修行指的是修自己 让身口意都修得很好 修道不只要让身口意修得很好 变得正确 还包含着普度的概念 也就是还要着重外公 行外公在白羊时期 行外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三师并行 不失财物 不失道理 真理 不失时间 心力来配合盛世 三师并行就是白羊时期看起来最简单 但却是最深奥的道理 三师并行是动词 代表的是行动 在三师并行当中 弟妹们都会源源不绝接收到上天的智慧加持 是源源不绝哦 每当你们配合一件圣事 无论任何圣事 只要是道场需要你们做的 上天就会不断加持你们智慧 先佛的灵光就不断洒落在你们的身上 在道场当中 白羊弟子因为三师并行 配合道物所以都越来越有智慧 你们先天都带有愿力 在类世也很慈悲 发了很多善愿 今是要衔接先天与类世的愿 就是要立愿 立什么样的愿 有属于戒律的愿 也有属于天职的愿 什么是属于戒律的愿 全圣全职人员需要立下清修愿 清修愿是属于戒律的愿 什么是属于天职的愿 点传师 讲师 堂主 服务办事人员 这些都是属于天职的愿 白羊弟子要衔接上先天与类世的愿力 就要立戒律的愿与天职的愿 两种愿都要达到 为实摩白羊弟子立戒律的愿和天职的愿如此重要 因为你们的进修不是只有这一世 而是要进修万八年的漫长岁月 类世所立的愿是属于宗教方面 或纯粹帮助别人的善愿 还不完全是白羊时期大普度的愿 今是弟妹在佛堂中所立的愿 才是白羊时期的愿 白羊时期在白羊佛堂立下戒律的愿与天职的愿 注意大家的修道会命可以延续万八年的时间 所以先佛曾经说过 在三槽道场立下堂主愿 副堂主愿 过世之后都有机会可以获得万八年住道的殊胜因缘 这就是今世界由堂主愿来获得 取得万八年的住道机会 清口愿对于所有修办三槽普度的弟妹是重要 必要且一定要立的愿 所以还没立清口愿的弟妹 一定要加油再加油 清口愿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戒律 一个让你们往后绝对绝对不伤害动物的一个重要界限 想想 你们今世从囚道到立清口愿 有的人是隔了好多年的时间 有的人是舍不得放弃肉食 口腹之欲还无法戒除 有的人是因为家考 家人阻碍得很严重 反弹得很厉害 所以无法立清口愿 有的人是因为还在从事杀业的工作 例如开婚时餐厅 或上班的店里有贩卖肉食 所以暂时无法立清口愿 今世立了清口愿 往后万八年的岁月 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 想法 不可以伤害动物 不可以吃动物肉 假设万八年当中 你们获得了再次头转人生来相助到物的机会 在下一个人生当中 无论有没有听到持斋如素的道理 都会自然而然抗拒肉食 当然也就不会选择伤害动物的职业 有的父母会说小孩不吃肉 肠不大 肠不高 所以硬要孩子吃肉 但孩子在过去是已经保有不伤害动物的想法 概念 他虽然没听过任何道理 但他的意识 想法会坚决拒绝肉食 目前在道场当中 有些小小孩从很小的时候就自动不吃肉 自然而然不吃 那就是他们类似对于不伤害动物的概念非常坚定 强烈 所以今是头转人生 虽然还只是孩子 还不懂得道理 却已经自然而然会抗拒肉食 你们在往后万八年的住到岁月当中 还是会有头转人生的机缘 因为有时需要你们头转到某些地区成为开荒先锋 所以今是立清口愿 对每位修办三槽的修道人都是必要 需要 而且是一定要立的愿 还在吃婚时 还没立清口愿的弟妹们 一定要加油再加油 立了清口愿之后 你们一定 一定会对修道更有信心 立清口愿也等于给大家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 我一定要修道 道场是在救人 救人人离开生死轮回 还要救每位修道人都能在万八年的住到岁月当中 确实的不伤害动物 拥保万八年的修道会命 所以立清口愿非常非常重要 绝对不可以看清 不可以忽视 话说一事修一事成 但弟妹觉得自己真有这个功力吗 觉得自己真能一事修一事成吗 想要一事修一事成 其实对大部分的白羊弟子来说是有困难度的 因为大家愿为了 夜未消 得未成 愿为了 什么愿 普渡三朝的愿还没完成 怎么可能一事修一事成 因为普渡三朝是一个非常大的愿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臣 从开始修道到现在 有确实相助每一次要你们相助的三朝猿人吗 要确实每一次都相助哦 例如今天有猿人来显化 当你们相助猿人时 心里会不会犹豫一下 不会 当你们毫不犹豫发出想相助的想法以及实际的相助功德 当下的发心就是最真诚的心 所以三朝普渡愿当中 光是相助三朝猿人就可以看得出弟妹有没有尽力在帮助三朝猿人 不过 今世你们对于相助三朝猿人还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 坚定 所以光是相助三朝猿人的愿 今世人无法完成 再来 相助人潮的部分 针对自己的家人 你们都尽心尽力隐怨了吗 有的弟妹没有 因为害怕家人反弹 所以连讲都不敢讲 或没有找任何姻缘给家人有机会来帮助三朝道物 有的弟妹很有智慧 虽然家人还不明白道理 但会帮家人注印 精传 希望家人有朝一日能改变对道场的负面印象 这就是先帮家人累积未来修道的姻缘 有的弟妹帮家人赞助建设经费 有的弟妹用家人的名字不失物品以上 都是在家人不赞成自己修道的情况下 替家人做功德 为家人铺位来修道路的好方法 但是 有弟妹觉得 家人这么反对我修道 那我自己修就好了 恩师会拨转让我的家人来修道 或亲口如素就只有向我自己修 没有替家人先做功德 先铺路这样家人未来想要修道的姻缘就会比较慢 所以在度人潮的部分 你们也还没有完全尽心尽力去饮 因此今世参半普度三潮 你们还没有完全的坚定 有信心 至于度亲朋好友 也有很多人非常畏怯 胆怯 最基本度自己的家人或亲人 你们都没有尽心尽力去做 今世的三潮普度愿怎么能完成 所以今世一定是愿未了 才需要未来万八年继续住到 补三潮普度愿 夜未销 今世也无法将所有的夜销完全 很多弟妹虽然无畏失作很多 但也犯了许多过错 话语上讲了不该说的话 导致功德流失 虽然一辈子都在了院 但德也流失不少 所以宵夜无法完全 才要万八年继续住到 累积功德 德未成就更不用说了 德指的是个人的内在修养 还包含慈悲心与正确的观念 在各组线单位有许多老前人 前人们确实已经做到成功的德行 因为宜门具足百分之百对众生的慈悲心 也具足内得的修养 涵养 更具备正确的道念领导 道物开荒道物 延续道物 所以各组线当中有许多 已经归空的老前人 前人们虽然已经德行成功 但门目前仍然持续住到 他们不是助到猿人 而是助到先佛 持续发愿救众生 未来万八年的助到岁月当中 无论你们是助到猿人或助到先佛 或是在人间助到的修道人 总之 都是得助到 就算今世已经尽心尽力协助到物 诚心百分之 也也消完了 真正超脱的佛人会不断愿再愿 例如南海古佛已经成就古佛的国位 仍然持续发愿救众生 未来你们助到万八年 会在无形界助到 也会在有形界助到 像现在你们就是在有形界助到 你们配合道物 帮忙道物 协助道物 就是在助到 所谓助到就是帮忙推动道物 红展 帮忙延伸道物 扩展道物 传承道脉 在助到过程中 会了解越来越多的道 请问亲口如素和道有什么关系 所有众生 包含动物 的灵性都源自理天 黄母 也就是大家原本是同一血脉来 那就是兄弟姐妹了 既然大家都源自道 从先天而来 众生生而平等 人与动物也是平等的概念 所以不该自相残杀 道展现在各个层面 而你们除了听课之外 还要三师并行去体会什么事道 实际的三师并行才能实践道之真意 道之真意不是只有听就可以 听道理很重要 实践道理更必要 太子爷知道你们平日非常忙碌 要工作 要读书但如果已经报名参加佛堂阶段性人才班 一定要排除万难 准时去上课 因为每堂课程都能增长你们的道学 道念 这样你们在三师并行过程中 才能体会更多 听课是静态的吸收道理 三师并行则是动态的执行道理 体悟道理 有人非常灵巧 做起事来又快又好 干净利落 很乐于三师并行 却不喜欢听课 觉得听课好累 很想睡觉 因为不爱听课 又很少看到书 就很容易犯过错 在三师当中讲出不对或批评 或是非的话语 也经常犯佛规 不符合制度 这是非常危险的 先佛讲的道理浅显易懂 听懂之后还要去做 实做才有功德 参班听道理 是让你们了解更多 更明理 所以不能认为听课 参加法会就有功德 不是的 道从远古的时代 就一直存在 道一直存在万事万物之中 也存在自然界的一切之中 道在清阳期 红阳期的最大开设 就是有了五大宗教的发展 五大宗教在清阳时期 红阳时期现世 就是上天最大的开设 道家的老字直接说出了道 将道直接阐明 原来道是无形无相的 道无法落于文字 原来所有有形相的一切 都已经被离了道 所以老字所说的道 就是无极之道 是无极先天最原本的道体 儒家有孔子圣人阐述代人 处世的基本原则 所以儒家学说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层面 每个人都有人际关系 每个人都需要和家人 和朋友 和认识的人相处 人际关系的理念跟人伦之道非常重要 所以儒家学说才会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中不断传承 现在历史学家不将儒家当作宗教 而是归类于一种思想 是人们应该认知明白的思想观念 所以儒家学说可以非常值范的应用 这是全人类都适合的 佛家由释迦慕尼佛讲述了关于戒律 关于超脱生死轮回的方法 所着重的概念在于 慈悲各宗教都有入门一世 也有基本该守的规矩 原则 佛家虽然被视为一种宗教信仰 但佛家的慈悲思想与遵守戒律的概念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必须成为非常重要的为人处事原则 儒家思想其实也是在传达慈悲的概念 只是一般人并没有深深体会 四书的内容都充满了慈悲 若是每个人都将本分做好 原则守好就能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就没有混乱 没有痛苦 这就是慈悲的意涵 佛家阐述的各种重要概念 其中包括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的重点概念是让人们认识因果 但许多人认为因果观不能普遍行于全球 全人类也不能普遍行于古代或现代 所以将佛家列入宗教的范围 实际上 因果轮回一直存在 只是因为人们不了解 所以认为它是佛教的特殊概念 因果轮回确实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也是过去所发生的 未来人会继续发生 但人们还不够了解因果这项概念 是在三朝普度的现在 再次阐述因果业力导致六道轮回的严重性 这就是末后大开普度的正确观念 在三朝大开普度的年代 上天所开示 阐述的真理已经跨越宗教的层次 同时要人人都能遵守人伦之道 如果人道做得很成功 修天道一定成功 如果你们在家里能孝顺父母 对家庭尽责 就已经尽到最基本的人伦之道 之后再尽修天道 就会很容易而且顺利 阻碍一定会比较小 假如有人本来是胆子 不孝顺父母 挥霍父母的钱 跟他讲责任他也不听 充满叛逆 忤逆 这样的人来求道 修道 当他真正了解道理之后 就会开始改变自己 回头去圆满人道 于是变得孝顺 会照顾家人 会扛起家庭的责任 所以弟妹不要说 我现在修道了 所以要抛家弃子 在修道中必要记得圆满人道 这样家人才不会对道场有误解 在三槽道场 舍身半道 全圣全职的意义是 走出世俗的家庭 暂时放下世俗的亲人 转而以普度众生为己任 所以是超凡入圣 实际上 舍身半道的全职人员 并不是抛家弃子 他们是在道场牺牲奉献 离开家庭是为了要做净化人心 度化众生的事 他们是实行耶稣圣人的博爱精神 也是效法武教圣人的慈悲行仪 因为怀抱着这种高大的志向 远大的抱负而离开了家庭 这是上天所允许的 正如佛教的出家师父们 或天主教全心奉献的神父 修女 他们离开家人是为了更远大的志向 化小爱为大爱 这种词清歌爱是上天所允许 全职人员这更远大的志向是为了弘扬天道 才将人道暂时放下 全职人员有时若请假回家 一定是回去孝顺父母 或对家人关怀照顾 所以他们不是抛家弃子的修道人 而是为了做大事 半天是才暂时将人道放下 说到回教 这一、两年来 某些比较激进的回教徒惹了一些麻烦 因为少数的强权者利用宗教之名 而行个人的私欲 导致各种混乱的现象发生 但是当初穆罕默德圣人 可不是这样传达天意的 穆罕默德圣人所传达的上帝旨意 是要大家和平相处 所以古兰经、可兰经 所说的也都是人与人和平相处的方法 古兰经的内容充满着浓浓的慈悲 告诉人们要互相爱护 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要帮忙穷苦的人 不能抛弃可怜的人 在五大宗教当中 道家老子所说的道是道之根本 道之争议 也就是和味道 而儒家、佛家、基督教、回教当中所说明 阐述的就是如何实行道 现在大家看到各宗教蓬勃发展 要觉得很高兴 因为全球有那么多想修行的人 有那么多人想研究真理 真好 他们所研究的宗教典籍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你们看到各宗教的修行人 一定要非常恭敬、尊敬 修一贯道的白羊弟子不可以认为已经求得最尊贵的意志 已经得到上天最珍贵的三槽真意 就觉得一贯道才是世间最棒 独一无二的如果这么想就太妄自尊大、太自大、太高傲 忽略了宗教也是皇母在弘扬时期所开设的道 当你们研究一贯道之后 会更容易融通五教经典 因为你们已经求道 也正在修道 对于道之真意已经抓住重心、重点 所以再去体会各宗教的经典 自然很容易了解 今天太子也讲了关于各宗教的道理给弟妹听 因为在座大部分是修办多年的堂主 已经听了很多年的道理 也有从其他个祖宪单位来参与的弟妹 非常恭喜 因为当你继续研修 就会听到更多天地间的道理 上天的真理与三槽真意 往后会更清楚进修的方向 而且会避开错误的观念 并导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也会更谨慎话语 修办到当中就会更有自信 更有力量 更诚心 恭喜所有的贤弟妹 你们都具有先天的大愿而来到人间 在累修当中又能累积那摩多善愿来成就 今世普渡三槽的缘分 而且今世还有机会深入了解三槽道理 所以要尊天意而行 尊天意而行的修办才有实质意义 修道之后若还一直依照自己的观念去做 只坚持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主动放弃上天加持智慧的机缘 这样就很可惜了 台湾人确实是拥有很大很大的福报 因为台湾现今并没有种族歧视的想法 对于宗教也是抱持着宽容 包容 开放的态度 这个小小的台湾海岛 因为和很多国家隔离开来 所以减少很多种族粉针 自然也就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存在 在台湾这块宝岛上 人民很随和 心胸很开阔 对于各宗教不排斥 不排挤 即使是回教徒 台湾人也是平等对待 跟他们友善相处 这是台湾人民多么大的优点与优良特质 特色 许多国家因为国土相连 在某些因素之下 容易产生种族的纷争 于是就会各执己见 甚至有种族歧视 另外 有的国家对于宗教的事非常非常坚持 在人类的历史上 也曾经有某些国家发生过迫害宗教的事件 但是在台湾人民的心中 对于宗教充满着大大的包容 对于各种族也抱持着平等的看法 虽然台湾早期曾有汉族和原住民的纷争出现 但现代的台湾人民大部分都是温和 良善 所以你们要觉得身为台湾人真的很光荣 具有这样的特色 优点 当你们面对各国的人事时都不要感到自卑 也不要觉得卑微 而是要正大光明 坦荡磊落 因为你们是宽容的 包容的 平等的 没有排几个宗教或其他种族 先佛有时会说弟妹们该改进的地方 有时也说你们的优点 让你们知道 原来我们这么好啊 但因为一般人听了自己的优点之后 容易产生高傲的心态 所以先佛通常比较会提出缺点和大家改进 以免你们听了太多赞美的话 而让心态高傲 骄傲起来 这样就无法持续进修 当先佛说你们的缺点时 是在提醒你们 帮助你们 当先佛提到你们的优点时 要心存感恩 原来先佛这么看重我们 看到了我们的优点 连我们自己都没线 太子爷有批了道歌 先把歌词念一次 黑恩师的宝贝会掩开了眉 天开科选注册登先飞功德 是回天学费 黑星图的称谓否实至名归 旁门西京奇幻又雄伟在左道步伐悠闲 立愿才列入权威得者出口名言 责任已经烙印在肩 服务时满心喜悦感谢提供机会 佛的弟子杜绝是非 哎呀呀一个小恶没人看见 佛很慈悲伤却保留情勉 哎呀呀侥幸的心害人不浅 庄严的佛规赏罚公正明确 哎呀呀地狱的魂都很后悔 一个恶意酿成弥天大醉 哎呀呀灵规先般如此完美 旧事部落后发愿在旧节 愿与普度同境同退一贯真传天的血缘 吊记老爹 语记无期喜修 还有一首 一个人维持不凡真心研修 一辈子不能说久 天堂永恒动静洒脱 地狱有镜头忏悔是出口 痛修的情谊源源不绝需求 万八东生死的挚友 脆弱时候一个鼓励很受用 苦难同单无的合作 人生不能再重播当下的决定斟酌 道输入自信形象性命顾问专业惨说 以觉悟解人一斗以慈悲吹散忧愁 普度以愿力接力三草以善缘扩充 因果却一再念旧提醒不该的过错 一步悟企图纠缠恶梦追逐阴影逼迫 玄翔影光明停留迷雾的森林亮灼 至深射雨中敌灼希望就无限宽阔 日夜又四季地球何须转动 不为河道存在全宇宙 仁义奢求气候变迁环境灼 气数有终已无法闪躲 吊祭我以为 雨祭圣臣不退永开阔 主 内帝二次第三次才唱 有帝妹会唱吗 请出列 有劳贤帝了 班园带唱道歌 你们喜欢公果吗 喜欢 这是皇母所赏赐的天然之物 她来自大地 又经过农人辛苦的种植 所以大家要喜爱所有的水果与蔬菜 平常你们若能注意营养均衡 身体一定健康 现在请班长 副班长帮忙 把公果给所有的班员和办事人员 其他现场有请点传师帮忙 仙佛要给班长 副班长有服务的机会 因为班长 副班长也要帮仙佛做事 不是只有喊口令这么简单 先佛提供给所有人都有服务众生的机会 给大家广结善缘的机会 以后你们若有机会当班长 副班长 要觉得很光荣 拿到苹果 公果 的时候 不要觉得 好硬哦 每次都给我苹果 咬不动也有人觉得 每次都给苹果 吃得好腻 没有别的水果吗 如果想要别的水果 换你们来不施公果 这样先佛就给你们别的水果 苹果是营养很均衡的水果 也是比较中性的水果 对人体的健康很有帮助 太子爷继续批训文 有点传师接续下一堂课 弟妹们要专心听课 顶天立地训 仰望晴空日日震 大光明星月高挂夜夜入睡安宁 八德建立 待人基准三毒戒除 避开感染纷争 辽广如天无所不包容 人造污浊中 自食或水苦痛 人未成就 集体享福过万东 真理吸收三戒来去 不盲从功德 琢磨穿越新旧世纪慈悲出重法 以文字解智慧 须在心上通厚 使养是非不沾领 我不居中轴 善利他乃主之行动 则任只为负合众者单成 五十六 太子爷已经把训文批好了 是顶天立地训 人在三界当中 必须具有正念 必须不愧对任何人事物 才能真正顶天立地 信愿行政 这堂课弟妹要专心聆听 听完之后 你们会进一步知道各国 各区域道物的发展情况 当你们了解更多的同时 对于帮伴 推动三槽道物会更有力量 并且心境的提升 也会有明显的进步 三槽普度当中要一再发愿 所以要多听课 多听别人分享道理 才能有所感动 心中才会不断发愿 若是只有自己修 没有听课 也很少听别人的分享 感动 法喜就会很少 就算你的口德修得很好 没有批评与是非 但这样修道太孤单 修道是要和团体 和大家一起团结修道 才是圆满的修道 所以修道人绝对不孤单 行修半道到后来 若是变得很孤独 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修 那一定要忏悔 表示自己在修道的观念上 习惯上都有不足的地方 才会无法融入团体 修道后来成为独行侠 一个人独来独往 行修半道一定要和团队共修 大家都是好童修 是生死都在一起的好童修 在有行界大家活着的时候 是一起修道 伴道的好童修 以后在无行界万八年 祝道也是一起祝道的好童修 所以在有行界 无行界都要当一辈子的好童修 不要当孤独的修道人 太子爷称呼你们贤弟 贤妹 意思就是 我是师兄 你们是师弟 师妹 也就是认定你们都是未来佛 所以弟妹要努力进修 再进修才行 这样才称得上是太子爷的师弟 师妹 师兄的佛力高强 内功不差 师弟 师妹也不可以太差 我们都在恩师的门下 不可以丢恩师的脸 进修多一点 真正成为恩师入门之徒 不是只有求道就可以成为入门之徒 要懂恩师的心 要体贴 要学习 学着协助恩师正在做的事 才是真正入恩师之门的心徒 太子爷先辞寇黄母驾 师弟 师妹们要继续专心听课 修道要有始有终 听课也要有始有终 这是一种习惯 也是真正的尊敬先佛 尊敬前贤 太子爷已经辞寇黄母驾 弟妹们多保重 身体健康 盛事如意 万五十八 这些小瞬子 六十八 公开 春 五十八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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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